佛幽众生 遂中善恳 作大佛天 取向分别 勤之深重 求处轮回 总不能得 这你讲得很清楚 遂中善恳 依教修行 依这些大经大论 底下年居 就是病 你有没有取向 有没有着想 有没有分别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 就叫我们 这大臣 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说大臣 第一个 不着 言说想 听讲经 用心听 不着言说想 不着明字 像 这些明词 说语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假明 跟老子讲的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可道 非常道 道可道 非常道 不着星云相 那就不取向了 那就不分别了 那叫真听 用什么听 用 耳根根性 文法 取向分别 是用耳识听 用六识不行 不能开悟 要用六根 内言经人 用 戒信 戒色信 用文信 文身信 明信 戒信 这我们走到 秦职深重 这是最明显的 还有秦职 不但有 还很深 还很重 这除不了六道轮回 因为六道轮回 就是秦职 变现出来的 修学大臣 秦职没放下 这怎么行的 我们看 念老的书记 佛 大致 就是 回答 米勒菩萨 是 此皆众生 虽已修善 而不求 进度者 共有 三种 第二种 探注 世路 求人听 国报 那么能求到 能 这一时出家修行 最起码的 最起码的 这个东西做不到 你那个时候 持戒 是假的 所以为什么 佛教衰了 没人持戒 为什么 没人持戒 想持戒的人 不知道 接从哪 持戒 没找到 根 那 精业三福 是我们 修学 最高的 指导 原则 那 总纲 是 戒 定会 那 金业三福 是 水域 接 第一条 校养 父母 奉死 四章 你做到没有 怎么做到 落实在 弟子柜 弟子柜 做到了 这两条 两句话 做到了 此行不杀 落实在 干音片 道家的 那 末后 修十三叶 十三叶 到经上 所说的 有没有 知道 如是道的 三个梗 就这四句话了 无论出家 在家 无论 修什么 法门 中门 教下 先教 密教 不管 修哪个 法门 这是梗 像盖房子 一样 这是第击 无论盖什么 法子 基础 先要打好 这三个梗 不要看得很小 他所喊的 一句 深光 深光 无有 边际 怎么知道 我们看到 佛门里面 表伐 就能体会这个意思 小臣 小臣 三千 大臣 八万四千 细行 菩萨修 把他 把他获起来 他是什么 就是摄山业头 就是感应品 就是第四规 展开 展开 小臣 三千条 大臣 八万四千条 那规 拿起来 就是 摄山业 那摄山业 建立在 第四规 跟感应品的基础上 没有这两样东西 摄山业做不到 所以真感 需要从真理下说 不从真理下说 是万家的 都是此地讲的 不忠善根 正义谢谢 你有聪明智慧 那视之变错 这个东西 没有好处的 那用错了 造业 自己很得意 不知道自己造中业 朱节里面说 这个地方 这一段 比前面更严重 这是鱼齿更甚 不忠善根 那 仗持 自己的 实质从业 教慢自大 不生真心 助长邪心 这人很多 我们同学当中就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